这个社会住宅完全没有动工 你的母亲当了市长 有盖社会住宅在北区吗 你说谁 张温英市长 张温英市长有没有盖社会住宅在北区 台中市议会总质询台中市长卢孙燕 遭集重大工程建设延宕 没想到卢孙燕竟然拿民进党议员陈玉蓉的母亲 20多年前担任台中市长张温英大作文章 我询问卢市长任内 已经将近6年多来 你提22年前的张温英市长 卢市长 你认为你够格担任这个五星级的市长吗 律运明代质疑台中市大建设全数都延宕 没有一项如期完工 但卢孙燕必重就勤 还反问前市长张温英的政绩 陈玉蓉的卷张脸瞬间战红 还不断深呼吸调整情绪 当场通平他不够格当五星首长 我们问A他答B 这是在推卸责任 非常明显的推卸责任 20年前并没有社会住宅的政策 当时只有国宅 我的母亲在2001年卸任 至今22年 妈妈市长不应该用他们的母亲来反质询 为了要转移焦点 反而砸到自己的脚 卢孙燕在质询时报失言 隔天态度低调不愿回应 但台中市社宅数量 人被质疑不足 我们明年会做的就是肉品市场的社会住宅 台中市社会住宅数量 已完工动工近6000户 已规划将动工将近500户 预计将达到7432户 分布在五溪 西屯 南屯 丰园 北屯等处 但29个行政区只有8处有社宅 绿民带站在监督市府立场 直询卢瑟又为何建设进度落后 没想到身为妈妈市长 却搬出别人的妈妈反直询 引发争议 自此由黄俊俊专件的两文中提出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进行中文字幕 进行中文字幕 员